大家好,我找了一隻波爾 Roadmaster Rescue Chronographer 這個款式應該是前年的年尾出 去年整年都買了很多 它有不同顏色,又有綠色、白色,很多乾色 正式都有 這款也是叫乾色的 一款是深淺藍的配置 為什麼這麼好買呢? 幾個原因 第一,價錢漂亮 它很特別,是19,900 即是二字頭是一個心理關口 當然有些折 如果公價已經是199 怎樣折都不會超過20,000 因為其他款式是Cornograph 7750機審 全部超過20,000 另外幾個原因 第一,逐樣說 就是圈 這個圈,一般來說 通常會有一個Tachymeter 測速圈 做成一個Bassel 其實它不是的 它這隻 外圈做到一個像潛水圈 你看到的那些分钟刻度 也是頭20分鐘 有間小一點 然後呢 就60分鐘 陶瓷噴片 所以,彷彿這隻是一隻潛水錶 你可以當它是潛水錶來用 如果是油壓水來算 起碼有這樣的型格 潛水錶 Cornel 但是呢 配合主題 這隻不是潛水錶 而是roadmaster 道路上使用 以及rescue 你一想起rescue 想起什麼 即是Matic 即是救援 所以它是不用Tachymeter 不是測速的 是用Pulsometer 是一個救人的 很厲害 大家留不留意到 9點鐘位置 穿了一個洞 然後呢 有一個雙間 其實也是藍色來的 那個是深藍色來的 不是黑色來的 就是 做到外圈的深藍色 黑白雙間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秒針位 正宗是9點鐘 有一個很特別的方法 就是一個秒盆的方法 下面呢 做了雙間式 就告訴你 正在走近 這隻標 剛好是彩虹氣燈的 波爾這兩三年的做法 轉了 就是它同一個標款 如果你是可以選擇 彩虹色的氣燈 以及正式的氣燈 有些人喜歡彩虹色的 特別一點 有些人喜歡正式的 就比較貴一點 為什麼呢 彩虹色的氣燈 某些位置 例如紫色的氣燈 一定不會有那麼光 有些就比較光 綠色一定是最光 這個必然的 因為呢 它沒有了9點鐘的整個盤 其實它沒有了10點鐘 下面做一個盤 所以呢 最主要的 contrast 就是那兩個類計盤 分別在6點和12點 是一個夾面的做法 它打空了這個冰藍色的面 然後下面的10點 就夾回一層 所以呢 兩個主盤和10點 是一個很有層次感 很分明 直接陷入了一級的感覺 Date Day Day設計 都是非常實用的功能 Date Day Corner 就是這個标的功能 另一樣東西 如果你說兩萬元 以下定價 定價 是199 一定要提到的 就是整個 鏈帶外部件 鶴型的處理 這隻也是用了一個 泰金屬和不鏽鋼的混合處理 主要的殼是泰金屬 那我鏈帶就是卡拉梅花間竹 又用上泰金屬 即中間的centalink 又用上不鏽鋼 所以整個鏈不會很重 但是又不會過輕 是剛剛好 透底設計 你看到我機心 做了一些魚鱗文的打磨 扣子也是相當實正 彈弓相開的蝴蝶扣 就算不說以上很多功能 你只看這個顏色的配置 也很吸引 我也很喜歡 無論你當它是潛水錶 例如omega的處理 一些雙間式的潛水錶 配得漂亮 是很吸引 因為太多正式 如果你說雙間式得來 因為KONO 又要做一個十打油 所以順理成章 是一個圈中又有圈的感覺 你可以試想像 如果這隻手錶 做黑白配有什麼效果 是不是很棒呢 對這隻手錶有興趣的朋友 價錢賣價 可以WhatsApp 綠色位置的電話 找我